這麼多法 呃 日本齁 在2009年的時候 也訂了一個法 它叫做產科醫療補償制度 而且已經正式實施 那 那我不曉得說 跟吳宜貞委員共同 來制定這樣一個 生產保險補償條例的草案 到底跟 行政院的版本 一秋的這樣的 補償法 到底重疊性有多大 因為 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看到一個很 具體的草案那是今天早上 當然有很多委員 還有署長跟副署長有一些說明 那大致上當然有一些 雷統之處啦 但是如果說一定要把這兩個 併在一塊 那基本上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來討論 我可以接受討論 但是 還有一個主題案人叫吳宜貞委員 他因為有要事今天不課前來 我想也要尊重 他的一個基本的意見 但是我講了說 為什麼日本要把 這一個 就是 特別去制定這樣的一個補償制度 也是跟我們現在要提這個法案是一樣 為什麼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就你們的理解 是署長還是副署長 請副署長 請葉醫師來 前面等一下就要救救你了 不好意思 日本是也 我的了解是日本這個也是 開始辦而已 所以就是他這個是 如果辦了以後成功 說不定也會 其他的科也會進來 或者全面實施也不一定 那所以跟我們的示範計畫是很像 但是日本是早2009年就開始實施了 是這個樣子 他也不是現金才辦而已 那你講說日本如果辦得成功的話 他可能也其他科會進來 那到底是一樣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去提這樣的一個 制定這樣的生長風險補償條例 因為當時 94年 我們就回歸到早上討論這個事情 94年的時候有把這個 醫療事故還有補償法 有提出來 後來戒期不連續的原因 那一個所謂的戒期不連續的原因 你知道94年到現在已經 立法院經過幾屆了 副市長你知道嗎 三屆了嗎 對組組三屆 第七屆第八屆才算 四年為一個屆期 那第六屆是三年為一個屆期 如果都是三年來講也快四屆了 如果以這樣的計算的話 那當然還有好處 今天副市長和邱處長你們來主政 對這事情加以重視 才要把這個東西提出來 才有再把它提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契機 但是你把這個東西提出來這樣的契機的過程裡面 說真的 剛才署長一直答呼很多委員就是說 最起碼讓這個你們現在做的這個事辦計劃 要有半年甚至一年的這樣的一個跌他 等於是十月一號開始做 如果以半年來講是到明年的三月底啦 三月底 但是你們的社庫補償法 這條例的草案 我們是要求這個月內 一定要送進來 如果扣掉上個禮拜 像沒三禮拜喔 對不對 這講的沒什麼矛盾 要合不來心嗎 我們還要等人嗎 你們這樣一個月可以出來 你如果一個月沒出來 我們不就這個法 就要等到你們自行 四萬計劃自行百年 就等於每年才來處理這件事了 我是比較建議齁 那這個這個生產的這個事故 真的是要獨立啦 那獨立就是在這個我們的這個 這個醫療事故補償法裡面齁 這個有專條 可以放兩條三條 專門把生育的部分放在裡面 把它獨立 並不是獨立一個法案 在這個我們的目前的法案裡面 再放兩三條以生育 專門做生育的部分 因為生育跟其他的事故 是不太一樣啦 因為生育是一個正常的婦女來 而且患患患患患來的這個生產 所以跟一般的醫療事故 是不太一樣 對 生育是不一樣 所以剛才有人說 你如果有人問 這樣不要去創多少錢 不要去創多少錢 就是有他的不一樣的因素的存在 今天才會特別去提這樣的一個草案 但是我剛才就沒聽你們這樣解釋 阿董文威婉東蘇共和議典我們都尊重 不過我想站在你們專業 應該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而且我們在立法總說明 因為就寫得這麼清楚 為什麼要特別去立這個法 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嗎 請葉醫師 你如果看待這個事情 因為從早上到現在 你應該很清楚的 來看到我們在整個 今天的這樣的質詢過程 然後公部門 衛生署的這樣的一個打護 那你本身就是這一門的專業 然後你也身經百戰 然後你也從產科 現在轉為護科 那你現在有沒有對這樣的 他們所講說要併在他們現在提出來的這個 補償法裡面 可能就像副主長講的說 可能就一個 放兩三個條文針對生育的部分 還是說成立一個 另外一個專章 還是另外一個章節 或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謝謝 我...我...我...我想... 剛才有留學說齁 2008年 謝長廷的政見 第一條 就是不責難補償制度 馬英Q的政見 他們兩個 一個就是生育 一個就是救濟 結果四年過期之後 2012年選舉總統大選之前 我現在看到衛生署說 要做一月一日開始實行 當然這是... 這是共業啦 我覺得民進黨 執政雖然是少數黨 也是... 在過期裡面也做得不好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兩千塊八年以前 看了兩邊都...同樣 我真的覺得... 上一會一早就已經做了 結果到... 現在已經... 已經五年過去了 我們才十月十二才正式行 當然... 我是可以... 感覺到... Q署長 跟林林副署長 是很積極的 所以我... 現在是看到希望啦 所以... 我相信說... 真有可能... 一個月嘛齁 應該會過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在日本... 我們今天都一直說 第一名是... 萊科是嗎 第二名是... 第三名是... 富山科 但是你如果... 就... 個別醫師... 日本也是... 富山科醫師 第一 我跟大家報告 第二... 因為他一直牽涉到... 兩條生命 所以他的... 單價... 如果我們用... 傳統的兩百萬... 我是比較煩惱... 很多人... 放棄這個 我跟大家報告 在瑞典... 他實行... 三十七年... 一九七年... 開始實行... 他們是很成熟的啦齁... 各位報告... 他們最單價最高的... 其實是... 產科這部分啦...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他量不一定很大... 但是... 他佔所有補償金額... 就是... 四分之一啊... 他最高... 他補償小一百萬... 但是... 他的生產... 我看他的... 可能有三千多萬... 所以我覺得... 他的確是... 很獨立的... 其實世紀是比較沒關係... 最怕孩子出來... 他的復健... 他的什麼... 我們台灣都沒有... 選好的... 對社會... 的孩子的支持... 我們沒有... 很好的兒童... 福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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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副產科去承擔... 我是跟副產科... 他是沒有承擔... 所以我自己... 今天... 如果我們不明確... 用法的東西... 還是用救濟... 用行政命令... 這東西... 這還可以在提電的東西... 因為... 我們看過期... 我們的行政團隊... 五年裡面... 做到這樣... 當然... 我... 署長... 他們好像前領在上任而已... 所以... 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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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無關啦... 我知道... 所以... 我是覺得... 你今天... 讓我們看到希望... 但你如果看過期... 的確是... 讓我們很留在憂心... 所以... 我是非常肯定...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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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人...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 這是... 這是... 醫學研究啦... 在瑞典... 做婦產科醫師... 他不用考慮... 不用考慮... 不用考慮... 但是... 意大利... 醫生... 如果... 母親要求... 他... 是... 所以... 造成... 意大利的... 普互產率... 是... 先進國家最高的... 39%... 38%... 最高的啦... 當然... 他很多因素啦... 他總算... 但... 我們台灣也是... 31%... 也是很高的... 美國... 美國的普互產率... 32%... 甚至... 很多... 像... 德州啦... 很多... 佛羅里達州... 他都... 35%以上... 很多機會... 紐澤西是... 接近40%啦... 紐澤西很進步的... 他的科技人... 他... 佛羅里達州... 那些都很高的... 破產率... 其實就是... 美國洪國... 破產率是... 因素之一啦... 我是要跟大家報告... 今天... 沒有必要的破產... 我覺得... 是可以減少的... 所以... 如果... 早日... 可以... 生產這個... 用法律的東西出來... 所以... 我非常尊敬... 非常肯定... 您副署長... 還有署長... 還有... 尤其... 我們的署長是... 建籍、建籍... 所以... 我是要拜託... 就是說... 今天... 如果生產... 可以... 有... 有一個... 獨立的東西... 拜託... 那...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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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成的... 謝謝... 謝謝... 我時間到了啦... 剛才副署長講出一個重點啦... 還有葉醫師講一個重點... 基本上... 他是不一樣的啦... 所以... 葉醫師講到... 這是兩個生命的問題... 兩個生命的問題... 那... 我想... 站在... 你們的專業... 那... 我會期待說... 呃... 那個... 事故的補償法... 到底能不能很順利的在一個... 禮拜... 一個月內... 進到委員會來... 這其實... 都還... 還沒有辦法定訴啦... 齁... 那即便有進來... 還是即便沒進來... 如果說我們先行去處理這樣這個法案... 那來訂落日條款... 會... 會造成你們什麼樣困擾嗎... 我... 我個人覺得不一定會啦... 齁... 我現在... 然後也是在署長... 還有... 你們的努力之下... 讓這個法律案... 可以先行通過之後... 然後... 呃... 這其實也是一個創舉... 也讓護科... 啊... 護長科醫生... 他們基本上... 在職業過程裡面... 產生的更大的這樣的一個... 啊... 信心... 我覺得這... 這應該是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不一定局限說... 有這個東西... 要夾對那個東西...齁... 齁... 我... 我覺得... 這是不是你們... 你們的事故是這樣齁...齁... 啊... 最後... 我還是要... 特別強調... 那... 吳委員今天沒有來... 那我還期待... 等到吳委員來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來做一個... 更詳細的一個討論... 齁... 謝謝... 謝謝...